当你看到如果印度成为一个超级大国 会发生什么呢 这个问题后 你的第一反应 想到的是什么呢 是会改变这样的习惯 还是会换成这样更高端的方式呢 哈哈 这是一位印度网友 在美版之乎Kora上的提问 光看着提问呀 一姐还好奇 印度人怎么这么谦虚了 可当一姐看完印度网友的回答后 实在是绷不住了 这确实不是在写玄幻小说 或参加吹牛大声音 印度网友Nares Vasani回答道 看看今天的世界 你就会明白发生了什么 因为我们已经是一个超级大国了 事实上 印度已经成为了像美国一样的超级大国 美国人不得不承认 印度是一个强大的发达国家 我们有强大的军事力量 完善的基础设施 良好的社会保障系统 先进的科学技术 无与伦比的教育体系 和廉价的物价 在世界穷人的眼中 印度是人间天堂 因此印度是世界上最宜居的国家 无论是工作 学习还是生活 印度都是最好的选择 今天的印度在物质上 只比美国差一点点 但在精神上 印度是真正的超级大国 到2030年 印度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超级大国 印度卢比将取代美元 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货币 作为一个印度人 那必须为这样一个 为大的国家干到奖拥 一个崭尽的植物人 会将诞生 印度网友Sabramanian回答道 印度成为超级大国之后 印度和美国之间 不会有太多的友好关系 美国会嫉妒印度 因为印度是最大的经济 印度的国防力量 将比美国的国防力量更强大 因为印度国防力量 将有大约7000亿美元的预算 而美国将有大约6000亿美元的预算 不行嘛 太厉害了 来来来来 印度网友Jwala Dube回答道 印度将在太空任务中处于领先地位 并获得比其他国家更多的资源 印度人将成为时间机器 海空旅行 纳米技术 信息技术和维度研究的先驱 此外 印度人将获得操纵世界秩序的权利 并创造一个和平共处的地方 全世界将开始穿沙利和印度装 可能发生的最坏的情况是 无论你进行多少改革 种姓制度都会在印度民众中根深蒂固 这种种姓制度会蔓延到欧洲新的人加入 新的种姓就会出现 知识越多 种姓就越高 不会以金钱为基础 随着更多研究的开展 印度文明将被称为最古老的文明 印度将替仓与自然和谐相处 而世界将不会太注重物质 而是会发现新的意义 战争将被大型游戏和才艺表演所取代 各国将在国际象棋棋盘中被击败 一个自称写过24本书 拥有四个硕士学位和在读博士学位的印度学者 Marshall E. Gass回答道 理论上印度是超级大国 它拥有智力火力人力和自然资源 战略作战能力 以及一旦进入战场就有毁灭的意志 它不会无缘无故的发动战争 基于非暴力原则 它有一种追求和平的态度 专注于自己的事情 自独立以来 这个国家一直以其庞大的军队数量 建立自己的后备力量 只有中国具备类似的能力 印度是一个温柔的超级大国 它不会在国内或其他地方囤积破坏性材料 然而它可以在短时间内 召集制造和使用任何数量的武器 印度向月球发射太空探测器的成本 只有美国的1% 这意味着该国可以生产100枚火箭 而价格仅相当于美国宇航局的1枚火箭 有人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呢 看看全球最大企业的全球影响力 它们的人力资源来自哪里 印度没有印度人 Facebook 骨哥 白石可乐和硅谷将会崩溃 这是超级大国能力的象征 早在飞机出现之前 维摩娜就被描绘在炒谷遗址的墙上 它们比人类文明早了5000年 怎么做到的呢 因为它们敢于朝前思考 每个印度人都为未来着想 想象一下 要在70年内17亿人的生活 达到世界标准水平是多么艰巨的任务 其他超级大国花了400到500年 它们通过抢劫 杀戮和奴役来达到这一幕 它们通过从殖民地和国家偷窃来使自己有能力 那不是能力 这是偷窃 除此之外 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比这更成功的了 印度从其他国家透过东西吗 没有 为什么 你告诉我 在印度获得独立的时候 它们连一把伞都不会制造 今天它们几乎可以制造任何东西 这才是真正的独立 每天有7亿人吃饱穿暖 再改变3亿人就能达到10亿打关 这只是很短的一段距离 当这个问题出现时 让我们都重新思考一下 只要看看窗外 你就会知道今天的我们是谁 印度已经是一个温柔的超级大国了 印度网友Randy也回答道 你就等着瞧吧 根据2000年世界事务的内部评估 美国报纸曾发表说 印度将在未来30年成为一个超级大国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记得这件事情 但我记得 从过去几十年的情况来看 这一评估似乎是正确的 好了 那你觉得如果印度成为一个超级大国 会发生什么呢 留言评论 告诉一九关注一姐 我们下期见 拜拜